大红山要成为佛教的守山 它首先是让每个人的心里都对大红山有一份信心 有一份是向往 认为我可以说我自己都去过四大名山 也去过很多的道场 但是我觉得最美的山还是大红山 我们也到过很多的道场 我觉得最林的地方也还是大红山